好,尾場了,今天的主持人選擇馬都無法選擇 跟我差不多,我選擇一隻,多選單腳 他們選擇四隻都中得不好 他們就二、三、四十 有銀池、有仗耀、有志在四方、有香音 沒有要觀世界 觀世界現在七倍 贏過的馬很多隻 一號威俊區贏過四次 志在四方贏過一次 仗耀贏過一次 帝豪寶寶就贏四次 帝豪寶寶就是七歲馬,出賽經驗不豐富 四個第三 十九次落地 上一次就 梅顯東也跑第三 這次給大哥大 潘頓騎 要好些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白路非常贏過兩次 兩VN1Q1位置 五次落地 另外一鋪中華 三VN1位置 八次落地 這幾隻馬都是有機會的 看看臨場怎樣發揮 有一隻馬叫銀池 銀池上次就直路 兩次三次 外閃又修正 那隻馬的訓練 那隻馬的訓練程度可能不太好 現在就換了人 田太安就不騎 騎了一隻志在四方 莫雷拉就接手 排在第九檔 另外一隻馬的觀世界 這隻銀池跑一次一次入Q 一次拍第二名 另外一隻就是觀世界 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入Q 他上一次跑 真的很可憐 他排好外檔 就輸給那隻忽雷少少 我那場買了他 就跑到第二 他沿途被法國幫 就佔著他內面 他要沿途跑第四碟 轉正直路跑進來 這次他減了17磅 就跑到這裏 當然他現在對著對手 是第三班 他上一次是低些班數 這樣跑 但他都減了17磅 減了17磅 我想選擇上次賽職好的 又有一點賠率 就是潘頓這隻 叫做帝豪寶寶 有什麼名氣的 只不過他上一仗 由毛顯東跑第三 現在交給潘頓 排個檔 不出不入 他不用你 爭勝那些2號 14號 他跑回自己 好像一隻 直路的時候 他跑一隻全城 跑回自己的 最好的成績 他已經有條件 入三甲 他現在有6號 有6倍 5倍 6倍 銀池本來是很好的 我覺得 如果馬來拉 能夠控制到 馬跑直線 在直路來說 是 頭徑很好 那就看一下 2、6好不好 我就看6號 就因為 銀池很大 仍然有個隱憂 就是會不會又是邪跑 不知道 嚴重外閃 官世界當然是 是有力爭性的 我覺得他 這次反而交給法國幫 彭國年在第八檔 或者會頂著銀池 為這個 十一檔的巴道 提供一些 掩護 這樣 有可能發生的 我還是不要管這些 那麼多 我看回潘頓 6號仔 第豪寶寶 希望他 跑好一點 主持人沒有選這隻 他們有3 Janny就有3 4、6、2 Janny3號 志在四方 4號將要 6號 還有2號銀池 官世界都是 少些人關注 不過他就 排了一檔 最輕榜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不喜歡6號 你可以24號 其實都是很多人買的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看6號 怎樣 想不到 加樂 加樂菲區 剛才 少少搓兩步 做藝身 這隻是打圈 低下去 其實不多塊馬 對 絕情加藍袖 會不會有驚喜呢 對 不會早段積極一點 彭國年 有馬亞贏 鄭俊偉都有 正向 加成 對 張耀 獨贏位置 穿了六格 三收套 第一位盡區 騎士何摘 沒有飛 完全 沒有以前那種 一落到三班 二文二文 現在有2號 4號 有顏色格仔 Q飛 都沒什麼人落 2號 如果真的跑得到直線的話 贏面就很大的 不過我就想 看看 6號 因為上次 無險通跑第三 找到大哥大 想跑好些 我是這樣理解 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 會不會發生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另外一隻馬 14號 是一個 是一隻 升班 減榜 來跑的 他不是升 他的分數 對 去報 一隻最輕的馬 他 初出70倍的時候 贏了 後上贏 每次都是 上次 年初三 我最記得 就被人頂了 出第四碟 後上 輸條頸位 都是有實力的馬 13號 現在有些飛落 但是這隻馬 川航明驅 讀贏 20多倍 4號 張耀 現在有些位置 正在飛落 都是2號 都是2號馬 是 2號馬 就是 紅格 Winplay都紅格 看看吧 都很好看的 看看他直路的時候 會不會外閃 這件事已經夠娛樂性 夠娛樂性 2號 隻六號現在變成8倍 8.5倍 曾經去過9倍 3號馬 大概4號馬 但9倍 我都追到喘氣了 終於被孫浪明驅 也就是 方家魄 先 好的 紅燈亮起的 沒錯 來到今天的第十場賽事 3班 14米 1支獨秀的大業門 2號馬鈴池 19元 獨贏 位置13 今次作出多方面的转变 希望都可以修正到 它直路的外闪内闪的问题 灰马相当之容易认的 它也准备入闸 另外川河明区已经入闸了 另外一档的宇宙英雄 古浪顺风 6号的位置其实都很热 它是1.9的 7倍马 1.9 接着去是7号马 白鹿飞翔 善传万里 自在四方 来到72元 亮了绿灯 另外白鹿飞翔 也是27倍 过半数的马已经入闸了 紧接着去是观世界 初次挑战这个三班 观世界 上来 自在四方 一铺中横 第豪宝宝 也准备妥当 三号自在四方 这四方很明显 59元落到 58了 自在四方也入了第豪宝宝 一铺中横也准备入闸 时间也够 交给你了浩然 准备妥当十场赛事 三班千四米的路程 顶头大热 是2 王奇举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闸的马 中间位置红眼罩 第豪宝宝出闸快 中档自在四方都快 在它里面还有善传万里 外面紫色心银池 走了上去 内乱第五宇宙 英雄中档第六个仗耀 外面还有个香音 再有一层 橙帽 大约跟着第八位 还有这只古浪顺峰 黄山黄帽 内南川河明区 后面五只 加洛飞区 一铺中环粉红眼罩 内南眉衫威进区 眉衣紫色眼罩 啡色衣服 就观世界 暂时电口的马 不是白路飞翔 这个八百米断柱 前面带头的马 就是这只银池 第二位就必须 这只银池 如果直到不片出片入 它的赢面很大 处心积累的跑 潘顿当然是追着它 那只 这只观世界 不知道在哪里 应该又被人顶住在外档 或者这只二号 如果它的 跑起来是直跑的 它就会有机会 是 很大机会赢的 没有了 潘顿折马跑到第四名 村河明区 第四名要拍照 一内一外 卖便是 善存万里 外面是 仗瑶 结果这只银池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跑法 结果蔡又汉 今天三辈 超班的马 就是放在前面走 结果一放到底 自在四方第二 村河明区 跑第三 第四名卖便 善存万里 和外面的仗瑶 需要拍照 这只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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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菲的三号就赢了 即是赢了一个Q 潘顿折马也跑得挺好的 他真的不够 不够二号跑 最后 这个是二门Q 二号 他就这次 他真的跑到一条直线 就应该训练到 这马挺好的 相证领区 二号 三号 十三号 第四名 需要拍照 一分二十一秒 一百 大家重播 是二 王岐居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闸的马 中间位置红颜袖 第二步会出闸快 全部 在前面 爭着来跑 他上一次 田泰安跑 就不是这么大头的 不是这么大头的 要在外面上的 他今次也很聪明 贴了一条篮 有可能帮到手 有些马在他外面 这样 让他 没有一个 波勾的引诱 没有一个外闪的引诱 他贴了篮 就会好些 很明显改善了 我现在在这里 潘顿在后面跟着他 但是还是不够他跑 潘顿也是很积极的 但是推下去也没什么力 马也没什么力 去到这里也有第三 但是后面的马都在涌上来 这银池就跑了直线 你看到他 这次贴了一条篮 跑直线 那他就赢了 自在四方 到尾落飞 直观世界 就 班数可能 收敛一下先吧 恭喜债 银池 夹着一条篮 完全走直线 第三段